大家好 今天要做榨菜酥肉丝面 是方便的便食 作法簡單 偶爾試一下也是不錯的 不可常吃 食材介紹 榨菜80克 小白菜 醃製好的 素肉絲 麵條 300克 沙拉筍 80克 乾香菇 60至70克左右 泡過水的 金針 約 80克左右 以上是今天所要用的食材 乾香菇切實 沙拉筍 切實 小白菜不需要全部下 用一半就夠了 將小白菜切斷 將鍋內倒入水 水滾後 放入麵條 加入少許的醃 醬面組成7-8分手 提坑 放入麵條 試一下麵的反應度 然後關火 然後將麵倒起來 倒起來後 沖一下冷水 沖一下麵才會油彈 沖後 加麵倒入大碗 將香菇 加入一大匙的醬膜 少許的薄香粉 上做攪拌 然後加入麵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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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食用油 放入乾香菇 油炸 放入麵條 接倒後 撐起 撐起後 放入炸菜 炸到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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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將榨菜和炸到水炒香 炸到水 加入素酪絲 炸到水 加入酪絲 稍微炒一下 然後再加入1200cc的水 水 水滾後 加入乾香菇 加入1小時的鹽 胡椒粉 適量 然後再加入金針 還有金針水 然後加入小白菜 加入小白菜 水滾後 加入0.5%的香油 水滾後 加入0.5%的香油 稍微擺搅拌一下 然後關火 然後關火 將所有的湯汁盛入大碗的麵裡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